《念佛開智慧》 清朝時候 在直帝這個地方 有位姓黃的人 由於他傻傻傻傻地 所以大家都叫他 黃外頭 他一個人住在破舊的茅屋裏面 黃外頭 這些是我賣菜剩下的錢 你拿去吃一頓飽飯 好啊 很好啊 他剛才給你多少錢 你懂不懂得計 真可憐 有錢也不懂得用 所以就叫黃外頭 有一位陳道仁 知道了黃外頭的事 就來到他的茅屋 帶他回去 收他做徒弟 外頭 來啊 這個掃把 是用來掃灰塵的 掃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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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日早上起床 就要把地上掃乾淨 掃地 掃地 掃地之後就要去執柴 執完柴回來 我來再教你唸佛 念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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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日 黃外頭 學掃地 執柴 到夜晚 陈道仁 就教他念 阿彌陀佛的聖號 王外頭每次念佛,都唸得不好,而且還唸唸唸唸,就睡了一覺。 外頭套弟,你還睡?你還睡?你已經這麼蠢了,還不知道要精準? 就這樣,夜頭掃地執柴,夜晚就念佛幾百聲,再禮拜一住香的時間,過了三年,有一天的夜晚, 王外頭忽然大笑起上來,陳道仁以為這個笨徒弟又偷懶了,就拿一支腸竹竿,準備打他。 但是王外頭竟然這樣說, 師父,你今天不能夠再打我了。 陳道仁覺得好奇怪,就問他原因,他就這樣回答。 師父,你白白地坐了十八年,都不知道修行的方法。 如果能夠像我那樣,老實地念佛拜佛,早就已經往生西方,見到佛陀了。 陳道仁覺得今天的笨徒弟很奇怪,但是他又不明白他說什麼。 第一天,王外頭就到了山崖,面對西方,合掌念佛,就站到往生了。 火法之後,就承低了一些蛇利子。 老實念佛的王外頭,其實,一點都不明白。